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小A 歡迎來到再收看小A的戰地1 在機裝備介紹視頻 今天小A想介紹 戰地1固定翼戰鬥機的 轟炸機殺手裝備 目前大多數玩家 飛戰鬥機 喜歡帶戰豪戰士 戰鬥機裝備 不過小A在一些 空中在地比較多的地圖 我喜歡帶轟炸機殺手裝備 轟炸機殺手裝備 可以對付空中目標 也可以對付地面裝甲目標 今天小A來介紹轟炸機殺手 戰鬥機的裝備 它的一些優點還有一點缺點 同時小A也會介紹 小A是怎麼用 轟炸機殺手裝備的 裝有轟炸機殺手 裝備的戰鬥機 有兩門 每分鐘射速380發的 重擊槍 飛機機翼上裝有6枚 高爆火箭 飛機的引擎也具備 短時間加速的功能 在機槍這方面 轟炸機殺手的機槍射速 其實比其他戰鬥機裝備 的重擊槍射速不慢 一般戰鬥機兩門 重擊槍每分鐘最高可以打480發 轟炸機殺手 兩門重擊槍每分鐘最高 只能打380發 但是轟炸機殺手的兩門 重擊槍對付空中在地的 傷害稍微比其他 戰鬥機裝備的重擊槍要高一點 轟炸機殺手的火箭 其實可以對空也可以對地 這火箭對空中目標殺傷力是非常高的 這火箭很容易把敵人的機翼 或把敵人的引擎打壞 不過對付空中目標 因為敵人一直在動 要準確的用火箭 連續擊中空中目標 需要一點 技術也需要一點提前量的控制 轟炸機殺手打出去的火箭 每發火箭每秒可以飛200米 其實飛的不是非常快 所以這火箭是很難擊中 中距離到遠距離的空中目標的 要精確地使用這火箭 一定要把自己的飛機接近敵人的飛機 判斷好敵人飛機飛的路線之後 再開始發射 這火箭對付敵人空中在地 殺傷力非常高的 小A用下來發現 4-5枚火箭就可以擊落 一架滿血的轟炸機 3-4枚就可以擊落 一架滿血的攻擊機 2-3枚就可以擊落敵人的戰鬥機 一般小A使用這火箭 主要是對付敵人的空中轟炸機 還有敵人的空中攻擊機 這兩種空中在地區 機動性不是非常敏捷 所以使用這火箭 比較容易擊中他們 一般小A喜歡把自己的飛機 飛到敵人轟炸機 敵人攻擊機的尾巴後面 然後慢慢縮短兩架飛機的距離 當敵人飛機一直在飛直線的時候 我再發射我的火箭 我一般把火箭對著敵人飛機的機身 而不是對著敵人的飛機記憶 我發現機身的命中範圍更大 更容易用火箭擊中敵人的飛機 不過在瞄準火箭的時候 玩家也要考慮火箭有一點受引力影響的下垂 就是說不能直接把準心放在你想打的目標的身上 我一般喜歡把準心放在敵人飛機記憶的正上方 玩家使用火箭的時候還要考慮提前輛 有時候敵人飛機會突然開始轉身 往左轉或者往右轉 這時候玩家要考慮飛出去的火箭 需要飛行多少距離 飛行好這些距離是不是能擊中敵人的機身 按轟炸機殺手的火箭也可以對付地面的一些目標 轟炸機殺手的火箭 一發火箭擊中敵人的士兵最高傷害是34 就是說三枚火箭可以幹掉敵人的滿血一位步兵 但是這火箭對付地面敵人再具的傷害不是非常高 對付地面的重型坦克連續擊中六發 最多打掉敵人坦克大概16到19格血 不過這也可能是角度問題 總有一發火箭會擊中敵人坦克的車頂 使得這枚火箭彈掉沒有產生很高的傷害 但是對付固定的一些防空炮或者固定的反坦克 野戰炮來說六枚火箭打得準 完全可以一下子把操作這些固定武器的玩家打死的 小A常常用火箭對付地面使用防空炮的一些士兵 每次都可以一下子把他們打死 打虛的火箭對付地面目標是有彈花的 所以就算玩家沒有機種稍微打偏了點還是可以用彈花打死敵人的 其實戰鬥機轟炸機殺手裝備的火箭與攻擊機的飛艇殺手火箭 傷害是一模一樣的 只是在攻擊機上總共可以帶八枚火箭 在戰鬥機身上只能帶六枚火箭 這樣一來轟炸機殺手完全可以對付敵人空中的飛艇 但是因為他比攻擊機的飛艇殺手火箭數量少兩枚 傷害稍微比攻擊機打出去的火箭一次性傷害要少 但不管怎麼樣小A用小的感覺轟炸機殺手使用火箭對付敵人空中 飛艇還是非常有效的 空架機殺手的火箭不僅僅對付空中再去的殺傷率非常高 這火箭的恐嚇效果也是非常可怕的 我不知道大家飛飛機的時候有沒有被敵人用火箭打過 飛機一旦被火箭擊中整個飛機的機身會震動 如果連續被敵人打中幾枚 飛機一下子會往一個方向突然偏斜 這是因為戰地1的火箭有一點空爆效果 有點像被防空炮的炮彈擊中差不多 每次被擊中的時候 飛機會在空中掙扎很難控制著飛機的飛行路線 有時候就算敵人火箭沒有擊中自己的飛機 這火箭從身邊飛過這聲音也是非常可怕的 有點像尖叫的聲音 我發現在一場如果我用火箭幹掉敵人飛機兩三次 敵人那一隊就不會再出轟炸機或者攻擊機了 知道火箭的厲害會一直出現戰鬥機希望把我擊落 小A承認一般小A是不會用火箭對付敵人的戰鬥機的 但是有時候我運氣好突然有一枚火箭擊中敵人戰鬥機 可以馬上把敵人的機翼打壞 或者把敵人戰鬥機的固定翼打壞 這樣一來在狗鬥途中我突然得到了上風優勢 如果玩家使用火箭對付敵人空中的轟炸機 或者敵人空中的攻擊機 玩家其實根本不需要擔心敵人飛機尾巴後面那位槍手 火箭是可以秒殺敵人的 如果玩家打了準著火箭 完全可以六枚擊落敵人的一架飛機 任何飛機 不需要玩家一直轉圈來迴避敵人的唯一機槍手 一般小A在接近敵人攻擊機和轟炸機時候 我會用我的技巧稍微打掉敵人飛機一部分血 這樣子就算我發射出去的火箭不是每發擊中敵人 我也可以保證能把敵人的飛機打癱瘓 當然最好還是不要把敵人飛機打癱瘓 一口氣直接把它打爆 因為打癱瘓之後敵人可能會跳散 沒辦法得到擊殺的獎勵 我發現用火箭最好的兩個角度 是從敵人的頭上正上方 或者從敵人的飛機肚子下往上發射火箭 當然這時候兩架飛機最好是往一個方向飛的 這樣子玩家不需要花很長時間計算提前兩 一般來說轟炸機還有攻擊機的肚子是他飛機的盲點 他的飛行員還有尾翼的槍手是很難看到肚子下 到底有什麼東西的 尾翼的機炮也很難打到飛機肚子下的東西 所以從肚子下往上發射火箭 敵人是防不勝防的 小A簡單來教大家如何使用空炸機獵手特有的引擎加速功能 這加速一旦釋放之後飛機馬上會加速 飛機也會變得更敏捷 玩家可以使用他來縮短玩家飛機與敵人戰鬥機的距離 玩家也可以考慮使用這加速功能來飛出敵人防空炮的最遠射程 我有時候被防空炮咬住的時候我就馬上用這加速功能爬升 然後往左往右迴避打過來的防空炮 效果是非常好的 總體來說 戰鬥機的轟戰機殺手對敵人空中在局的威脅是非常高的 如果玩家能熟練的用火箭 一般一場下來 制空拳永遠在友軍那一邊的 有時候如果空中沒有任何目標可以打 玩家可以考慮幫助地面部隊用火箭來打傷敵人的裝甲 或者打死一兩個士兵 小A有時候運氣好可以打爆敵人的重型裝甲 好的今天小A就說到這裡 感謝大家收看 我以後還會介紹其他空中不定一的一些裝備 那麼今天我就說到這裡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期再見 請大家保重 拜拜